华貿集團前主席龔如森 逝世15年 但因為华貿慈善基金 和律政司還未就管理方案達成共識 作為遺產受託人的慈善基金 兵不是受益人 至今還未能動用超過1400億的遺產 年底還要再上庭 雙套管理計劃 以及設立凌駕基金董事會的監管機構 我反過來問他 你怎會有能力不幫我 你才興家領也好 我們只能說我遺憾 你還可以說甚麼 不是我辜負 就是阻礙我們去拿遺產出來 為社會做些事的人 他們辜負了 不單辜負了我姐姐的一番生緣 辜負了香港人 遺產未解封 但基金多年來 因為增產、詮釋遺囑 切換遺產管理人 花了不少錢打官司 根據最新一份2019年的財務報告 基金至少負債五千萬 工人心承認要遮錢打官司 支持基金 支持基金的理念 所以借錢 每一張文件 張張上面都有一條 特別的一條條款 就是錢借助紀師說 不是你說的 是慈善基金說 我何時有錢何時付 除了國務院前副總理 田紀雲的兒子田誠江 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 湯漢書基 近日出任慈善基金董事 他有希望華茂每年捐出十分一利潤 他有希望華茂每年捐出十分一利潤 應該沒問題 幾億 幾億 用一利技術 我們都希望以後都可以管華茂 雖然現在我們暫時 慈善幾個月都做不到 但是我們是 老是老了 眼光 近視眼 我配上眼鏡 都可以看得很遠 都可以看得很遠 所以我們希望以後 為以後的發展 為以後去關於一個發展 都好 打一些基礎 今年79歲的工人森 除了說不知何時才實現到的大計 也有提到增產案敗訴 因為偽造遺囑 坐牢8年的陳振聰 他去年7月提前出獄